距離九合一大選只剩倒數四天了 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以及彰化縣長候選人魏明谷 今天聯合宣布辭去現任立委的職務 要展現破釜成舟背水一戰的決心 林佳龍說辭職的想法 他已經醞釀一段時間 他只是在關鍵時刻做出關鍵決定 民進黨中章頭三位縣市長候選人 排排站喊口號 林佳龍和魏明谷更是當場宣布辭去立委 從今天請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彰化縣長候選人魏明谷 正式辭去第八屆立法委員職務 為了彰化的將來 我更要背水一戰 所以今天我在記者會上 我正式宣布 我辭去第八屆立法委員的職務 雙雙透過辭職展現決心 兩人的辭職書將送往立法院 不論選舉勝敗 也不會再參與立委補選 辭職代表沒有退路 也是我對台中的許諾承擔和決心 而台中市長胡志強連續兩天大打政績經濟牌 林佳龍選在這個時候 持續立委時機格外敏感 強調是聽到民意才做出決定 不過在選前最後幾天 林佳龍為民谷大動作辭立委 讓藍綠膠著的選情又投下新變數 優點TV王世凱之剛台中報導